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3年11月9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黄成子 早安你好 我是到商议头条来看一下这场峰会 是2023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8号登场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频当中致辞发言 他提出了发展优先安危与共文明互建的新倡导 习近平也呼吁各方构建更加普惠繁荣和平安全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 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如何解决发展赤字 破解安全困境 加强文明互建 是各国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既是回答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 各国要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 缩小数字鸿沟 在互联网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我们倡导发展优先 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 深化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在网络安全领域 习近平强调 各国应尊重网络主权 有利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加强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 妥善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 社会风险和伦理挑战 中国在10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习近平说 愿同各方携手落实 促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 习近平还说 要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 充分展示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积极推动文明传承发展 共同建设网上精神家园 我们倡导文明互建 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 发挥互联网优势 加强网上交流对话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推动不同文明 包容共生 更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世界互联网大会无证峰会不如第十年 中国在第二届峰会上提出的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正在从理念变为行动 从愿景变为现实 习近平也呼吁各方能够携手 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国民众 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 浙江乌镇报道 好 另外一个焦点是中美新一轮的经贸对话 即将在11月的9号到10号在美国旧金山登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在8号抵达了旧金山 并且将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进行会面 耶伦就表示了美方寻求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 与中国稳定健康的经济关系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正式开幕之前 中美新一轮经贸对话将在美国旧金山预先启动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8日抵达旧金山 并将在11月9日至10日期间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举行会晤 美国财政部表示近期中美之间的外交活动不断紧密 美方希望能够进一步稳定双边经济关系 并且在关键的经济问题上取得进展 会晤召开的前夕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表示 美国需要保护国家安全利益 在这个基础上寻求和中国建立稳定健康的经济关系 美方认为中美有义务要建立有弹性的开放式沟通渠道 不能够仅限于危机管理 两国占到全球经济体量的40% 建设性的经济关系不仅可以帮助稳定两国关系 也将有利于两国和世界 耶伦还表示美国的经济战略核心是提升美国国内经济的潜力 美国不寻求打压其他经济体 美国也意识到经济不是一种零和游戏 美国寻求和中国进行良性经济竞争 让两国长期受益 不过耶伦也强调在这次会晤中 他会对中国某些不公平经济行为表达严重关切 包括市场准入的壁垒以及对美国企业所采取的限制制裁行动 此前耶伦在亚洲协会演讲中也曾表示 美国会与中国寻求合作的同时 继续对中国经济做法做出回应 不过他也重复强调 美国不希望与中国经济脱钩 在动荡的世界中 多样化的供应链是必要的 今年7月耶伦访华之后 中美之间又在9月建立了经济和金融工作组 这个举措被美国媒体视为 是中美这两大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 关系解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美国财政部的高级别官员还透露 这一次的会晤当中 耶伦很可能会主动向中国去说明 近期拜登政府的一系列对华禁令措施 他所实施的原因和前景 包括限制美国人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 对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方面的投资 副红卫视 陈寅谦 张兆宇 旧金山报道 对于即将启动的中美新一轮经贸对话 各界都有哪些关注焦点 最新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 人在旧金山的特派记者陈寅谦来了解一下 好 英天早 早上好 陈子早上好 湘姨 哇 旧金山今天天气很好 你看你后面钉钉车都准备好了 大家都准备好要到现场 来参加这中美新一轮的经贸对话 钢领新闻片当中提到了一些重点 那另外还有哪一些观察 是的 响已 那么在11月8号到12号 我们看到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 正在访美 那么这一次访美的行程当中 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中美会启动 新一轮的经贸对话 11月9日 也就是明天 何立峰即将会会见 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 双方会进行一个为期两天的正式的会面 那么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消息显示 美国方面呢 对于这一次会晤的期待主要是有两点 第一呢 就是希望能够和中国之间建立一个健康的稳定的经济联系 那么第二呢 美国方面也是希望能和中国展开良性的竞争 那么这个所谓的良性的竞争呢 也就意味着在这一次会晤当中 美国会对那些他们所认为的 中国不够公平的一些经贸做法 表达出严正的关切 甚至会做出一些回应 那么中国方面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对中国所有的关切都予以重视 并且做出实质性的回应 那么此前我们看到何立峰就多次表示 那他认为呢 把一些经贸问题泛国家安全化 这是一种不理智的做法 也不利于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 那我们看到现在呢 美国会以一些中国的企业 有军方背景为由 对他们进行围堵和打压 那么中国认为呢 这是不利于市场竞争的 这也并不符合自由贸易的做法 同时美国还对于一些 包括在高科技行业的领域 这个范畴之内呢 对中国设置一些准入的壁垒 也就意味着一些美国企业和个人 他们不能对中国这些领域进行投资 那中国方面呢 也是对此表示非常的关切 希望美国能够更改做法 那我们了解到现在这次会晤 其实中美双方最关注的两点 第一就是如何在竞争之下进行合作 那么第二就是如何将国家安全 和经贸之间的联系 去做一个确定的界定的范畴 能够划下红线 那我们看到不少美国媒体和专家都认为 其实两国能够恢复这样子的交流 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信号了 未来会看到两国之间 更多的经济上的一个增量 但是很多专家也认为 这次会晤呢 不会有任何突破性的成果 那是因为美国呢 暂时不会放弃 对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方面的打压 相应 好 再次谢谢英谦的最新连线 因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邀请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 8号到12号访问美国 2023年以来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 美方几乎每个月都会以各种借口 通过不同手段 对中国实体个人施加制裁 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盘点 总体而言 美国政府对中国实体个人的制裁 主要涉及三大部门的三份清单 分别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及其实体清单 美国财政部 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及其特别指定国民与禁止人员名单 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 及其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 这些部门对中国制裁借口主要包括 违反美方对他国制裁 有违美国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利益 牵涉分泰尼问题 以及涉及所谓新疆强迫劳动 据不完全统计 2023年 美国商务部以设额为由 对超过72家中国实体实施了制裁 美国财政部以违反对伊朗制裁为由 将至少43家中国实体和14个个人 列入制裁名单 美方还以有违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为由 在2月到3月将11家中国实体列入实体清单 6月31家中国实体被制裁 其中23家被指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 白宫在2月底 以国安风险为由 下令联邦机构设备在30天内卸载 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平台TikTok 芬太尼问题以及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也是美方惯用制裁借口 截至11月 美国财政部至少两次 以设计芬太尼或非法药品生产为由 对中国实体与个人发起制裁 另有5家中国企业 被美国土安全部 以所谓设计新疆强迫劳动为由 纳入制裁名单 在美国对华制裁重灾区芯片领域 受到美国压力 荷兰政府在6月底公布新规 限制最新型号身子外光刻设备对华出口 日本政府对尖端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 也在7月份生效 8月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 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 人工智能等领域 10月 美国商务部对13个中国芯片企业发起制裁 并将芯片领域对华出口管制 进一步扩大和细化 相较美方 2023年 中国政府对美方发起制裁的次数要少得多 2月 中国商务部安全与管制局 宣布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 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禁止其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 禁止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 5月 中国网信办宣布 美国美光半导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 未通过网络安全审查 内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 应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 7月中国商务部宣布对半导体材料 加者实施出口管制措施 要求出口企业在获得许可后 才能出口相关物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一方面 美国媒体说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与中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下周APEC峰会期间要举行会晤 美国媒体对此有哪些关注呢 另外一方面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 近期在积极地为弹劾总统拜登做铺垫 都有哪些举动呢 画面上你会看到的是杜平先生 我们的时评论员准备好了 待会要帮我们点评分析 另外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飞飞 会先带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消息 飞飞你好 时间先交给你了 相爱称子早上好 我们首先来看到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准备在下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时 宣布恢复中美两国军事交流 美国新闻网站Axios8号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消息称 中美两国元首准备在下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时 宣布恢复两军交流 拜登政府希望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 并降低军事误解的风险 自去年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后 中美军事沟通渠道暂停 重建与中国的军事交流成为拜登政府要务 今年6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时 曾试图推动中美重启军事高层对话 两位知情人士消息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0月底访美时 中方准备重新恢复军事对话 实际上中美军方近期已经展开了接触 这包括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 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率团出席香山论坛 此外 由中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牵头 中美军方官员参与了在北京举行的海事磋商 中美官员本周还罕见就核武器军控问题 在华盛顿举行会晤 美国媒体指出 在中美元首峰会前夕 中美通过密集会晤 讨论了许多可能达成的潜在成果 让两国元首得以在峰会期间 旧军事交流 军备控制 打击芬太尼 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 敲定最终协议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我们也看到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即将在旧金山举行前夕 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也是越来越频密 这释放出哪些信号呢 相关话题要请教一下杜平先生 杜平先生早 早两位 杜平先生 我们今天从开场看到现在 中美近期频繁的接触互动 那是不是释放出了两国关系 逐渐缓和解冻的信号 又将会给中美关系带来 哪一些发展新契机呢 首先认为就是从这个王毅 上次访问美国之后 然后双方呢 在各个层面的接触 确实是在增加 在经贸领域在这个军控核问题 这个等等方面都在进行对话 然后呢 副总理 这次呢就是何立峰访问美国跟叶伦进行对话 这些系列的东西呢都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这个双方实在朝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在努力 这个目标就是在旧金山 可能会在旧金山举行的中美元首对话 或者是峰会 那么王毅讲到说这个中美峰会呢 这个不能够是个自动驾驶 就能够达到目的的 这显然两国之间最近以来 所进行的比较频繁的这些对话 和接触呢 应该就是朝着这个中美元首峰会 这个目标来移动 特别是何立峰这次访问美国 这比较特别的 另外这个自从刘鹤副总理 前副总理访问美国之后 其实双方的这么高层级的经贸对话 都没有展开 那么何立峰去呢 说明就是双方在这个层面的 接触已经是恢复了 这也就是说朝着这个 中美关系气氛的改善的方向呢 又迈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步 但是呢就是 你问到就中美的关系是否就能够改善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目前短期来看的话 是在改善 但是这个改善的势头能否持续下去 还是没有确定性 因为在中美两国之间 在这种特殊的这个情况之下 尤其是美国还没有放弃 遏制中国这样的战略的情况之下 双边关系的改善 都是有限度的 去年的时候中美元首在印尼巴雷岛也举行过 一次重要的峰会 达成的共识也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结果怎么样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所以呢就在旧金山峰会之前 双方关系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峰会 再做出些努力 但是这个峰会实现了之后 又会是怎么样呢 还是不能够确定 所以中美关系呢 好像大家都表现出了愿意合作 这样的意愿 但是是否能够走得很远 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两位 好 再谢谢杜平先生的点评与分析了 另外美国方面 媒体还有哪些关注的焦点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 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菲菲 好的 我们看 纽约时报是报道 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 周三是向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兄弟詹姆斯拜登 以及一名拜登家族的商业助理沃克 发出了听证传票 以寻求更多的证据 为潜在的总统弹劾做铺垫 那么这是共和党人几个月以来 做出的一个最显要的举动 此前他们试图指控 拜登从家人的海外商业往来当中 牟利 收受贿赂 那对于共和党人的最新举动 拜登政府指 这是徒劳无功 意在破坏自己2024年的选情 我们再来看到福克斯新闻 是关注周三在国会众议院举行的 针对近期美国大学校园出现的 排游现象的一场听证会 那就在一些大学代表陈述 校园里出现越来越多 针对犹太人的仇恨案件时 听众席就不断有 巴勒斯坦支持者是首举标语 打断听证会 有抗议者高喊解放加沙 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 还有人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不代表排游 不应该限制校园的言论自由 那以上呢就是美国方面一些关注焦点 下面把现场交换给香港 主持人 好的谢谢飞飞带来的介绍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来关注巴以局势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 在当地时间的8号晚间表示 哈马斯已经失去了 对加沙北部的控制 而且乙军不会停止自己的行动 但是会进行人道停火 而乙军战斗工兵部队 使用爆炸装置 摧毁了哈马斯在加沙地下的 庞大的隧道网络 声明称截至8号 已经摧毁了130条隧道 同时以色列总理顾问雷格夫他提到 乙方并不想重新占领加沙 而由于说乙军每一天开放 四个小时的窗口旗 道路上也有大量的平民 徒步向南迁移 要躲避降火 以色列军方8号发放视频 展示军队在加沙地带执行任务 和交火的现场画面 并在声明中称 这是自爆发于1982年的 第五次中东战争以来 首次有一整批预备役分队 在加沙地带执行任务 这支分队在过去几天 扫清了拜特哈嫩的敌军 确保了这一区域的安全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 地面部队已经从南部和北部 攻入加沙城中心地带 正在收紧对加沙城的包围网 而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 辛瓦尔也被困在地堡内 与周边环境隔绝 其指挥系统正在削弱 乙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仅8号一天就有5万人 离开加沙北部 因为民众很清楚 哈马斯已经失去了控制权 并强调乙军不会停止战斗 我们现在在这些重要性行动 在这个阶段 在这些阶段 在西方的领导人 在领导人上 在海沙城上 在这些阶段 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我们在南部 是在北部 是在这些阶段 在哪里 在这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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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阶段 在那些阶段 在那些阶段 乙军战斗工兵部队使用爆炸装置 摧毁哈马斯在加沙地下的庞大隧道网络 声明称截至8号已经摧毁了130条隧道 有视频展示了工兵定位 挖掘和炸毁隧道的画面 军方称这是其纳哈尔步兵旅 在加沙北部的一处哈马斯训练营执行任务 训练营下方的隧道已经被摧毁 另外乙军称在对加沙的空袭行动中 击毙了哈马斯武器制造部门负责人 穆赫森·阿布奇纳 表示此人专门为哈马斯生产武器和火箭弹 哈马斯方面 驻黎巴嫩代表哈姆丹当天称 哈马斯已经准备好释放非以色列籍的人质 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拖延了哈马斯的这项提议 另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纳伊姆 则指控以军瞄准水箱进行攻击 敦促国际社会谴责以色列阻止加沙民众获取水的做法 称其为敲诈 难民方面 据报以军每天开放四小时窗口期 公平民向南撤离 在加沙南北向的主干道萨拉赫丁公路上 能够见到数千名徒步往南方去的民众 当中不乏老人 女性和儿童 联合国观察员表示 加沙的230万人口中 已经有约150万人离开了自己的家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军目前已经深入到加沙城的心脏地带 接下来又会有哪些动向呢 而战火为以色列国内带来了哪些冲击和影响 我们来看本台特派记者郑俊之一 从耶路撒冷发回的现场报道 距离哈马斯和以色列这一轮开战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在这个关键的节点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对加沙城发动猛烈的进攻 军方称已经深入加沙城的中心地带 下一阶段 哈马斯和以军之间的血腥熬战恐将难以避免 我们采访组一行呢 是昨天去到了距离加沙仅有800多米的 以色列南部城市斯黛罗特 那是外国记者可以去到的最靠近加沙的地方 站在那里的一块高地上呢 可以远眺身后的加沙 直观感受以军对加沙地带的火力攻势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远处时不时升起滚滚的浓烟 听到持续炮击的轰隆声和头顶上 正在执行任务的无人机的声音 尽管国际社会要求加沙地带停火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除非哈马斯释放被劫时的200多米人质 否则不会考虑停火 持续一个多月的战争呢 是重创了以色列的经济 以前每年接待数百万游客的耶路撒冷老城 现在门可罗雀 市中心的酒店里都住满了从加沙地带 和加沙地带附近和北部黎巴内边境地区 迁移过来的以色列难民 约有8%的以色列员工是被蒸入了后备军 暂时离开工作岗位 这其中以色列蓬勃发展的引以为傲的科技业也遭遇了重创 一些初创企业的融资周期必定面临挑战 另外由于遭遇外交危机 严重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以色列产业结构 是面临较大的风险 不仅对外贸易面临缩水 海外对以色列的投资计划也必定延后甚至转移 据黎巴嫩真主党在8号表示 袭击也导致以色列的军队伤亡 而以色列则向黎巴嫩的南部发射火箭暴覆 我们看到是黎巴嫩南部的边区 遭到以色列打击之后冒出了浓浓的黑眼 以色列是为了要报复黎巴嫩 对于绍梅拉以及多维夫两地的攻击 而另外有消息人士透露 真主党从叙利亚的渠道获得了俄罗斯的宝石 超音速反舰导弹 它的反舰能力从2006年以来大幅地提高 而美方的官员也表示 非常严肃看待真主党的能力 而美国的海军最近是部署到的中东力量 有防御来袭导弹的能力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在8号表示 哈马斯和以色列在最新一轮巴以冲突当中 都犯下了战争罪行 武功力传入国人权事务中 The atrocities that were perpetrated by Palestinian armed groups on the 7th of October were heinous, brutal and shocking They were war crimes as is the continued falling of hostages The collective punishment by Israel of Palestinian civilians amounts also 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日本东京访问期间 他也表示加沙地带不能再被哈马斯给统治 而以色列也不能占领加沙 继续执行 The reality is that there may be a need for some transition period at the end of the conflict 以色列有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官8号在华盛顿也表示 以色列目前的行动是有效和成功的将会继续的推进 但这种行动不是无限制的 所以以色列也不打算重新占领加杀 或是长时间的控制加杀 对加杀的军事行动目的是要摧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威胁 即便军事行动结束也要采取某一些的行动 摧毁哈马斯剩余的军事基础设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亚洲之行 8号晚上他从日本转抵韩国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 布林肯在日本东京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转抵韩国 这是布林肯时隔两年半之后再次访韩 将会见韩国总统尹熙悦以及外长朴振等政府高级官员 针对美国方面称朝鲜与俄罗斯展开军事合作 向俄罗斯提供了大规模军事装备 另外俄方可能向朝方转移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相关技术 美国国务院在早前表示布林肯访韩期间将会重申对韩国和日本安全的坚定承诺 美方将会在军事准备方面以及与韩日的合作方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以应对朝鲜威胁 美国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 本周五将会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和防长辛格举行美印2加2对话 这次会聚焦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 印度官员就透露涉及中国的议题将会是对话的焦点 另外双方将会讨论防务合作 包括了美方为印度生产战机引擎 MQ-9无人机和芯片生产技术等等 好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 我们稍后见 这下看到军事消息是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在8号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莫斯科 并且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举行了会谈 双方在会谈中表示 俄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而高科技领域是俄中军事合作的首位 针对当前紧张的地缘局势 俄中两国应该共同加强防御能力 提高互动程度 张又霞的此次访俄 也是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赴华参加香山论坛不到一个月 中国军事代表团抵达俄罗斯的回访 双方多次强调 俄中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并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 而普京在与张又霞会晤时 再次强调俄罗斯和中国并没有效防冷战模式 建立任何军事联盟 而双方的合作也不针对第三国 两国之间的互动是稳定国际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普京同时指出 高科技领域在当下俄中两国的合作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包括太空领域和现代化武器 当然, немаловажно все возрастающее значение приобретают и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наши контакты и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наши контакты и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防御能力 提高互动程度 张又霞又表示 此次访俄的主要目的 就是落实中俄元首此前达成的重要共识 举行下一次军事技术合作会议 并进一步加强两国军事合作 同时 张又霞对俄罗斯面对西方极端制裁时的顽强态度 表示建议和赞赏 俄罗斯言论对于张又霞的此次访俄 是表示出了高度的关注 特别是普京提到的太空领域的合作 俄罗斯有言论是认为 正是由于俄乌之战 让俄罗斯意识到 电子和反卫性战系统极其重要 而中国在这一领域 又拥有巨大的科学生产潜力 因此呢 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将变得非常重要 凤凰卫视 引力 利达 王磊 在莫斯科的报道 持续要看到是俄乌冲突持续当中 卢干斯克地区有一名地方议员 8号是在汽车炸弹袭击中丧生 而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 当天也表示对此事负责 同一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受访时谈及乌军前线进展和计划 与此同时 斯洛伐克政府在8号宣布 不批准对乌新一轮的军事援助 事发汽车停靠在路边 车身严重损毁变形 车底依稀可见 斑斑血迹 卢干斯克地区地区地方议员当地民兵武装高层飞利波年科8号在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中丧生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当天发布声明表示对此事负责 为实施袭击 乌军特工联合当地轻武武装在汽车驾驶座下安装炸弹 并于8号上午在菲利波年科进入车内准备外出时迅速引爆炸弹导致其当场身亡 自冲突爆发后 设置汽车炸弹是乌克兰对俄方重要人员常用的袭击手段 同一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通过视频连线受访时承认 乌军在南部前线的反攻进程缓慢 但仍确信乌克兰将在艰难作战中取得胜利 并会努力在年底取得战场成果 而在被问及冲突期间让他开怀大笑的事情时 泽连斯基提到了他的家人和狗 场面一度充满欢笑 我的妻子和孩子和狗狗 它是永远是有趣 永远是有趣 有时候我看着这些文章 看着整个危机 中央的中央 不仅在乌克兰 在阿菲上 在中央的中央 有时候我看着这些文章 最好的方法 如果这个世界会是真正的 真正的狗狗 与此同时 斯洛伐克政府8号宣布不批准对乌价值超过4000万欧元的第14批军事援助 这项早前提出的援助提案包括防空系统火箭和各类弹药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斯洛伐克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军援 总价值约6.71亿欧元 俄乌前线方面 东部和南部前线聚报炮击和空袭持续 过去一天已造成5人死亡 5人受伤 此外 乌军方称 俄方导弹在黑海击中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名船造成1人死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当局表示 俄军正准备对顿尼茨克地区的阿富基夫卡市发动第三波的攻势 目标是要夺取阿富基夫卡的交化厂 而留在交化厂的最后16名工人已经被成功撤离 不过还有17名当地的居民留在工厂内拒绝离开 星期三 在阿富迪伊夫卡的南移的五一村内 俄军向北进行了火力的侦查推进 并沿着沃迪亚诺叶河进入到灰色的区域 建立起自己的前进阵地 俄军的突击队已经接近了距离阿富迪伊夫卡只有4.62公里的塞尔维耶村 远顿巴士民兵矿工旅在战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昔日的矿工们高效地在地下挖出了多条的出击桶道 从地下并接近了乌军在阿富迪伊夫卡南北两亿的钢筋混凝土的攻势区内 并进行了土工作业爆破 在俄军挖洞的同时 乌军也毫不示弱 星期三 在沃尔诺瓦哈方向的乌克莱达尔前线 乌军的顿巴斯营利用旧的矿井向尼克尔斯科耶村方向地下进行绝境 并贴近了俄军的第一道防线的战壕内并进行近战 乌军还在尼克尔斯科耶以西的别墅地区埋设了大量的步兵地雷和反弹地雷 并进行回撤引诱俄军坦克装甲车进行追击 那么这里呢就是顿尼斯科的西北义 记者的左侧呢 这就是阿富迪伊夫卡 目前炮声笼笼啊 俄军呢也是展开了对阿富迪伊夫卡战役的这种围剿 特别是南北两线的这种扎口袋的距离呢 也是越来越近 看一下阿富迪伊夫卡 包括目前的这种攻击呢 主要是在北义进行一个发展 俄军呢 现在呢 对焦化厂一带呢 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清剿 当然了 目前清剿的态势呢 也是正在进行之中 那么以上呢 就是凤凰卫视卢语光 伊万·拉曼·乌拉特 在顿尼斯科西北交的报道 遥关就是乌克兰加布罗热 乌控区军事管理局局长 马拉·史科对媒体说 近一个月以来 俄军对于扎波罗热地区的打击次数明显增加了 特别是开始更加频繁地使用无人机进行袭击 乌方表示 在最近一天 俄军对杂巴罗热地区发动了157次袭击 使用多关火箭炮 核无人机 袭击了分界线上的25个定居力 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发言人 普莱腾九克表示 被乌克兰导弹击伤的俄军两栖攻击舰 明斯科号正在被拆解成被舰 而新的导弹舰 阿斯科尔德号不大可能很快恢复服役 在一段时间的性格和行动 和重点的影响 一件事可以说明显 这些船本非常不快 如果这次起来时会发生 会到射码 因为我们都看见了视频 这三个拾行动 这些都有一点 是一样的状况 尤其是他们的第一次船本 埃兰丘克还表示 俄军现在更多使用无人机 对奥特萨港口发动空袭 但尽管遭到袭击 黑海西北部的粮食走廊 现在既可以用于乌克兰粮食出口 也可以用于进口运往乌克兰的其他货物 凤狂卫视特约记者李相基辅报道 独联体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会议 8号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视频致辞表示 目前的国际形势紧张 独联体国家正在面临多重的共同威胁 另外俄外长拉夫罗夫 8号同驻莫斯科外交使团负责人 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圆桌会议时表示 西方制裁俄罗斯的目的需要挑起骚乱 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普京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目前国际形势依然及其间难和紧张 一些地区由来已久的冲突正在加剧 新的冲突又开始酝酿 全球局势的不稳定也会影响到欧亚大陆 一些国家的行为旨在直接破坏 独联体国家的合法政权 社会稳定和传统价值观 他还指出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有组织犯罪 非法移民 以及经济 信息 技术 生物领域的安全问题等 是独联体国家面临的共同威胁 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在会上表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挑起核供货危机局势 企图破坏某些国家局势的稳定 导致联合国和欧安组织的作用下降 全球军控体系也遭到破坏 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 只会导致冲突升级 使用核武器的风险上升 与此同时 拉夫罗夫与周末斯克外交使团 负责人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的 圆桌会议上表示 西方国家利用乌克兰对俄罗斯 发动了一场混合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 制裁被赋予特殊作用 西方对俄罗斯施加 超过一万七千项制裁的目的是 破坏俄罗斯经济 迫使政治领导 曾放弃在外交事务上的独立路线 挑起骚乱 让民众起来反对政府 拉夫罗夫还说 西方正在许多国家推行类似政策 他并表示 受对俄制裁影响 欧洲企业过去一年半的损失 高达2500亿欧元 全球经济中的危机现象 也有所加剧 方卫视综合报道 好 下一节回来 关注第六届进博会的相关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来看到第六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今天继续的登场 那么这一次的进博会上面 参展的企业数量也超越了网界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高科技的厂商 也参与了本届的进博会 那相关消息 我们也立刻来连线 在进博会凤凰直播室的 驻上海记者黄达亮 来了解一下 达亮你好 我们知道美国半导体巨头美光 这一次也是首次参与了进博会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好的 主播 这次进博会总共是有 3400多家企业参展 其中日本企业的数量最多 达到350家 占到所有参展企业总数的10%以上 澳大利亚企业250多家 美国企业超过200家 那么来自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的企业呢 是1500多家 这些数量呢 都是超越了以往哦 那值得一提的是 中美科技合作目前呢 虽然是受到了限制 但是美国的高科技芯片厂商 却没有缺席进博会 在进博会的技术装备展区 设立了集成电路专区 美国半导体巨头美光呢 是首次参与了进博会 并且出现在了这个专区 那么今年5月份呢 中国网信办曾经表示 美光的产品呢 因为存在比较严重的 网络安全问题隐患 对于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 供应链造成重大安全风险 影响国家安全 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 停止采购美光的产品 那么中国市场呢 占到美光全球份额的十分之一 是最大的市场之一 损失中国的市场呢 将会对美光产生重大的影响 随后美国 美光呢在6月份呢就宣布 未来几年将会计划对华增加 投资43亿元的人民币 那么这个月初呢 美光的全球总裁呢 就在北京会见了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王文涛表示欢迎美光 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于是美光就出现在了进博会 那么这次进博会期间呢 王文涛也是到美光的展台 来进行参观哦 那这一系列的动作 其实都释放出了 比较积极的信号 除此以外呢 除了美光 英特尔 AMD 高通等美国科技巨头呢 均是连续多年参与了进博会 而荷兰的阿斯曼 也是积极的参与 那这一方面呢 是显示了中国市场 对这些半导体公司的重要性 另外呢 也展现出了美国在对华 出现管制出口的方面呢 半导体企业 还是探索合作空间的 一个积极的表现 那部分产品呢 正在寻求替代的解决方案 以继续占有中国市场 那我们在进博会上 也看到有芯片厂商啊 和中国的科技公司 是合作推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可以使得芯片的算力速度 达到英伟达高性能芯片的 70%左右 总的来说呢 在国际关系博弈的背景之下 全球的半导体厂商 还是希望借由 进博会这个国家级的平台 和中国市场来加强联系 以上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新博会 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将现场交还给香港 好的 谢谢达亮带来的介绍 好 再关心一下油价 这是忧虑中国和美国 对于石油的需求减弱的情势之下 盖过了欧佩克维持减产策略的利好因素 国际油价连续第二天下滑 收盘也创下了接近四个月的新低点 纽约12月的汽油 中厂是收报在每桶75.33美元 下跌了2.64% 而伦敦布兰特一月汽油 收盘是跌穿了每桶80美元 报在79.54美元 下跌2.54% 而金价的部分也连续第三天 现火金价 收报在每盎司是1949.9美元 而跌幅大约1% 而纽约的12月期间也收跌0.8% 报在每盎司是1957.8美元 也是最近一个月的新低点 美国股市在周三涨跌户线 纳指录得9连涨 标普500指数也录得了8连涨 都录得了两年来最长的连涨记录 投资者关注美联储官员的讲话 以寻求利率政策讯号 并且聚焦美债收益率走向 我们来看具体数字 道琼斯工业指数 收报34,112点 跌了40点 跌幅是0.12% 纳斯达克指数 收报13,650点 涨10点 涨幅是0.08% 标普白指数 收报4,382点 涨4点 涨幅是0.1%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 我们稍后见 这些词 我们可以说 并非访问 明练并非访问 并非访问 我们的词 并非访问 如果访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